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永胜 今天的大盘收盘的时候涨了26点 大盘指数收在10515点 我心里在想 好嘞嘎嘞 这个盘还没有突破10619点 这个盘还没有涨到12682 所以现在想要做多 现在想要买股票 现在想要赚钱 我们认为都还来得及 也许很多人不是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对大家来说 大家会觉得 大盘都已经涨到1万点了啊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你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大盘 你会发现 大盘呢 在将来会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 可是缺乏想象力的人 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行情发展的人 终究呢 是没办法赚到钱的 你们再看下去 大盘现在来到了1万点附近 那么很多人看到这个行情都认为 来到1万点了 接下来要反转 接下来要拉回 接下来要放空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各位 不管你是看反转 看拉回 要去放空的 是不是全部都错 那现在大盘来到这里 全市场只有我来一个人告诉你们 这是一个台湾的股票市场 30年的大底才刚刚完成 如果一个30年的大底才刚刚完成 你能够想象 在未来大盘能够涨到哪一个境界 是不是会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 对不对 所以我能跟各位说过 接下来呢 我还要再买 而且我认为这个盘还会大涨 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呢 是在下个礼拜一 在开盘的时候要带会员进场的 而且不管今天晚上美国是涨还是跌 也不管礼拜一大盘会开高还是开低 我还有一档股票要带会员全面买进 那么是什么样的股票呢 我跟各位说 我还要是一个市场的开路先锋 我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端 替大家发掘趋势 去大家从趋势里面去找到能够赚钱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这档股票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 什么样的趋势 是我能接下来打算要去大买的股票 那么在你们看到一个新的趋势之前 我先问各位 过去的两个礼拜 你们如果看到完的节目 我能鼓励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鼓励大家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是不是鼓励各位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对不对 我能告诉各位 我们应该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人工智慧会蓬勃发展 人工智慧在台湾的一个代表呢 就是创意 而且延伸出其他的 可以做的 可以买的 会涨的股票 对不对 我能告诉过各位 请你们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在今天 创意涨到多少钱 当时才184块钱喔 今天的创意呢 涨到了202 涨停满 创新高 你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王良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大家心里面是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除了创意之外呢 从创意延伸出来的人工智慧 王良也带会员大买四星 而且从70块附近开始买 而且今天涨到了86块7 创下了波段新高 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那么这一波你要介绍人工智慧的时候 先问大家 谁会去用到超级电脑 先告诉各位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AI人工智慧 对不对 这每一点我在节目当中 都有跟大家来强调过 而且接下来 我们来提醒你们喔 中国发表的AI战略 在2030年要成为全球AI创新中心 相关的产业规模 高达10兆的民币 这是王良第一个在节目中告诉你们的 对不对 那除了中国发表AI战略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在今天创意会涨停满 为什么在今天四星它能够创新高 理由很简单 因为不是只有中国要来做而已 对不对 现在呢 连我们的行政院院长林全 他都已经拍板定案 接下来要做什么 接下来 五年150亿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AI科研战略 而且已经拍板定案 详细的内容说真的 王良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 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大家听 可是我请问各位 如果是这样子 那事情会不会涨 那创意会不会飙 那我们要不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那其实呢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我相信很多人 因为看到大盘来到一万点 大家在那儿走到要死 对不对 可是你想不想要赚钱 王良所告诉各位的是什么 是我认为趋势往上 对不对 是我认为从哪里来不重要 要到哪里去才是更重要的 他为什么能够到那里 对不对 为什么股票还会再涨 所以这一波 王良代货远买四星的时候 曾经 股票拉回到七十块附近 当我们在开始布局 我能在节目里面告诉过各位 我们要一起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我们要一起来做人工智慧的股票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涨到了七十八块九 然后呢 涨到了八十块半 整理完之后 也许有些人问 八十块半怎么还没有涨 我告诉各位别急 别急别急 今天呢 八十六块七 创破断新高 王良代会员买了很多 而且呢 还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这么短的时间 股票从七十块涨到八十六块七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题材 它现在正在发酵 对不对 因为这个题材它现在最热门 那除了四星之外呢 讲到了创意 搞不好 现在大家开始流行了 现在大家在问候的就是 你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 对不对 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问来问去 很简单 因为王良鼓励各位 王良告诉各位 我们要一起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王良曾经在八月二十二号的时候 告诉过各位 我会带会员去布局人工智慧 告诉过各位 人工智慧未来的发展 当时的股票在一八四 接下来呢 涨到了一八七 接下来呢 涨到了两百零二 今天涨停板 今天创新高 我们今天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是不是霸气十足 那么当你们看到创意涨上去了 我告诉各位哦 今天的测标里面 还有其他的股票 不仅仅是创意生活 接下来呢 还会全屏展开 我来所告诉各位的趋势 我相信 只要我提醒大家 你们一定能够体会 你也会认为呢 股票会涨 我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人都在滑手机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手机 在看影集 在追剧 那大家也会不会觉得 手机现在已经越做越大 而且已经来到了极限 那没有人希望 手机继续变得更大 对不对 可是 大家需不希望 手机不要变大 可是荧幕 它能够变大 你们想想看哦 这会不会是大家想要的 那有没有可能 手机不要变大 可是荧幕 它可以变大 完了不是变魔术哦 我告诉各位 这是真的哦 这是真的 可以做到的哦 你们要知道哦 如果把手机的荧幕的规格 做一些调整 接下来就能够办到这一点 你们再看下去哦 这就是手机 对不对 这是一支手机哦 而且很明显的是 这是一个16比9的手机 那你会看到说呢 这个手机的上元跟下元 都还有空间 对不对 上元跟下元都还有空间 那如果 我想要把手机的荧幕变大的话 势必怎样 要把这个16比9 改成18比9 就能够让整个荧幕 占满整个手机 对不对 那是表示什么 表示说我的手机 不用变大 可是我的荧幕可以变大 那如果要这样子 你们想想看哦 从16比9 到18比9 现在大家拿的手机 不用变大 可是荧幕可以变大 这会不会是一个趋势 会不会是一个商机 今天不管是谁 我相信都会追求 追求更大的荧幕 但是呢 追求相同比例的一个 手机的大小 为什么 因为追剧的人太多 对不对 因为滑手机的人太多 因为大家每天用手机的时间太多 所以会希望荧幕要越来越大 那如果这是一个趋势 你们再来看哦 我那样所讲的哦 现在18比9的全屏的面板 需求一路看深 而且在未来呢 它的需求量 会从1亿片增加到6 7亿 从1亿增加到6 7亿哦 那么如果这个需求 会一路攀升的话 那哪一间公司 它是做这一个18比9 手机荧幕的驱动IC的载版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未来会涨的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新的趋势要引爆的股票 之前或许你们错过了创意 也许你们错过了四星 王娘告诉各位 没有关系 有一档股票 只要你办好手续 在下个礼拜一开盘之后 王娘会带会员全面买进 这档股票 现在就在大家的面前 这档股票呢 就是18比9 18比9 手机荧幕的概念股 而且这档股票 我告诉各位哦 它其实 它上市的时间 差不多 差不多 将近一年 所以上市的时间 没有很长 但是 我跟大家说 它背后的大股东 相当有实力 而且它上市一年 这个一年的过程里面呢 股票几乎都没有大涨过 这表示什么 它股票几乎整年 都在做整理 都没有大涨 可是这种股票 我告诉各位哦 如果刚上市 然后股票都没有大涨 一旦你让它突破 一旦你让它创新高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 创新高的股票 就会继续创新高 而且这间公司 在最近呢 开始有法人 密集的去拜访 开始有法人 出研究报告 开始有法人呢 往上制定 它的目标价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跟各位说 那下个礼拜一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布局的机会 因为大家如果希望 18比9智慧型手机 接下来呢 会成为市场的主流 我跟他说 这是一个大趋势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要引爆新的趋势 而且我认为 它的获利会大爆发 而且哦 它就是18比9 手机面板驱动i7的 封装机版 因为当你从16比9 要进步到18比9的时候 你所有的驱动i7的 封装机版 要全部汰换 因为 因为它是弯的 它跟原本的是不一样的 那 这一个新的趋势 一旦引爆 为什么我能认为 获利会大爆发 我告诉各位哦 我们先来看这里哦 因为它明年的EPS 有机会一举成长15倍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对不对 现在这档股票 就在大家的面前 那为什么 它明年的EPS 会一举成长15倍 在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来再慢慢的 来跟大家探讨 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引步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投资 二三六二八零零零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抗掘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请求订阅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气密床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二十二号那位先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 你要拜访吗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二十二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查 是有原因的 我有了解多少人就业实验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受访资料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讨访查 希望你的支持 不管今天晚上 美国是涨还是跌 也不管礼拜一 大盘会开高还是开低 往南都已经准备好一档 新的趋势的股票 就像你们在过去的两个礼拜 曾经看到王梁告诉过各位 曾经听到 如果你听到 有人跟你说 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的话 我跟你讲 那绝对是王梁梁 对不对 那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 王梁告诉了各位创意 王梁代会员买进了 人工智慧的股票 你看到创意 你看到四星的大涨 那接下来呢 大家关心的就是 还有什么样的趋势 接下来要引爆 还有什么样的趋势 它具有商机 我告诉各位 请你不要急 王梁已经准备好股票了 而且这个盘 说真的 现在动不动呢 就股票会涨 动不动就股票会飙 对不对 你们可以发现 在今天 像橘子 大涨 像游戏当中的 育拳也大涨 像这一波 王梁在461块 8月23号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普瑞 当时代货员买完之后 今天呢 一样创新高 除了普瑞之外呢 还有一档 叫做神盾 8月14号 我能再介绍 告诉过各位 在指纹辨识的部分 神盾最值得布局 对不对 结果现在从200块 一口气呢 涨到了307 一口气涨了快100块 一口气就涨了五成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在节目当中 都曾经看到 听到 王梁介绍创意 王梁介绍神盾 对不对 那除了这些股票之外呢 还有没有 你们还记不记得 王梁告诉过各位 涨价概念股 是什么 被动元件的上游 所以我能带会员买很多 因为我认为呢 这种股票 法人会买单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新仓店今天大涨 这一波的新仓店 在8月11号的时候 王梁开始 带会员下一布局 王梁开始准备 带会员下一大买 结果一口气 从24块钱 涨到了29块 创新高 那么 新仓店大涨之后 法人会买单的股票 还有一支 今天又是万人米 它叫做华邦店 今天涨到了23块钱 今天创下的波段新高 今天是8月25号 你们还记不记得 王梁是在8月22号 20块附近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提醒过各位 我认为华邦店 法人也会买单 结果华邦店 有没有涨上去 我知道每一个投资朋友 都想要赚钱 但是呢 大家可能找不到方向 可能不知道 现在什么样的题材 它在酝酿 王梁所告诉各位的 是酝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酝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当整个市场的热度 开始加温之后 这些股票呢 它一触即发 对不对 这些股票 它往上喷出 甚至于呢 只要三天 就能够赚赢别人三年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你们忘记 王梁曾经在17块半 带会员买什么吗 王梁当时买的是 电动车的隐形冠军 对不对 当时在8月14号 开始带会员下去买 而且在节目当中呢 敲锣打鼓的介绍 告诉过各位 原三就是电动车的隐形冠军 接着原三呢 拉出了一根涨停板 拉出了两根涨停板 然后呢 三根涨停板 然后呢 四根涨停板 四根涨停板 那可能超过人家四年了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一波 8月14号 我两人带回来 在烤锅票的时候 我已经相当有把握 而且我认为原三会大涨 所以你看到股票呢 从17块半 涨到了19块1 涨停板 涨到了21块 涨停板 涨到了23块 涨停板 接下来 继续创新高 第四支涨停板出现 一涨就36% 光是前面这三根 每天都涨停板的这三根 三天 要人家三年 是不是这样 这不要叫做股票 那你看到原三上去了 大家会说 创意 人工智慧是新的趋势 对不对 今天你看到原三 电动车 是新的趋势 那接下来呢 到我们的手机的速度 越来越慢的时候 5G就是新的趋势 而且呢 5G的商机 它是刚刚开始酝酿而已 这些相关的股票 都还很低价 所以我能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说过 这个5G的运用 是一触即发 而且中国开始凭5G的商用原年 所以现在5G设备相关的股票 5G原年的概念股 它的营收会开始增加 对不对 它的获利呢 我能跟大家介绍过 这档股票 去年 它的EPS是0.26 负的 可是呢 今年的第二季 单季赚0.63 这是一档5G设备的概念股 而且呢 这档股票 接下来呢 在昨天是不是跳空涨停板 在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这档股票 就是代号8034的荣群 荣群 是不是5G设备的概念 8034的荣群 当你们在8月23号 往那开始介绍股票的时候 它是不是荣群 当你看到昨天 跳空涨停板的时候 它是不是荣群 当你看到今天呢 股票呢 创 波段新高的时候 这一样是荣群 你先告诉我 如果有营收 如果有获利 如果未来进入5G元年 股票出大量没死 后面赔 那现在大家看到5G的趋势 看到5G元年的股票 涨上来了 所以心里会想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股票 值得布局 我告诉各位 还有 王良找到了一档 而且这档股票呢 就是全平的概念股 而且会是未来 手机新的趋势 因为我相信 大家已经不希望 手机再变得更大了 对不对 可是大家希望 荧幕要能够变得更大 如果荧幕可以变得更大 可是手机不用变大 我问各位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手机 大家会不会买 大家会不会买单 你们看到这一波 王良告诉过各位 要当一个有创意的人 对不对 要切入人工智慧 你看到世心 从70块钱 涨到了86块 一涨 我都懒得去算 赚了多少 今天创新高 让所有买的人都赚 这就是王良 当一个股票老师的目的 就好像 你们看到创意 当一个有创意的人啊 王良在节目当中 不只一次告诉各位 我起码念过100遍 我讲得这么清楚 一点都不含蓄 对不对 我相信没有人听不懂 结果创意呢 因为创意就是人工智慧啊 给个创意 从184 涨到了今天 涨停满 202 创新高 人工智慧是一个趋势 那再来的趋势是什么 再来的趋势 我认为 就是手机的萤幕要变大 就是手机的萤幕 要从16比9变成18比9 这就是一个新的趋势 而且现在在大家的面前 未来的手机 它的趋势 会产生一个这么重大的转变 而且这档股票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几乎都没涨 那如果过去的一年 几乎都没涨 最近 法人才刚开始去拜访 那再来呢 再来我们看到说 18比9的全平面板 需求一路看深 从1亿片 要增加到7亿片 这么夸张的数字 我跟大家说 这档股票 接着哦 你们可以看到哦 这就是一个新的趋势 而且呢 获利会大爆发 这是一个18比9 智慧型手机的大趋势 这间公司哦 它就是18比9 手机面板 驱动IC的封装基板 这个技术非常的困难 因为跟一般16比9的 手机不一样哦 它的边缘是弯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 你听有听不听不 但是要做弯的 面板的驱动IC封装基板 是有难度的 而为什么它办得到 因为它的技术跟材料 来自于日本的住友集团 它的技术跟材料 来自于日本的住友集团 所以呢 独步全球 那为什么 王良可以告诉各位说 明年的EPS 要一举成长15倍 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趋势 对不对 而这个趋势 会像野火燎原一般 很快的呢 引爆开来 因为你们再看下去哦 18比9的手机面板 现在苹果的i8 OLED 还有三星的S8 还有三星的Note 8 还有后面的点点点 意思是说 最大开 现在都开始采用 18比9的萤幕 而且这些手机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还没拿到 所以这才是一个趋势啊 那么如果股票 整理了一年 当它开始往上突破 当它开始创新高的时候 我问各位 后面会不会有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这档股票 我跟大家说 未来也很可能会成为一档 法人会买单的股票 王良打算呢 在礼拜一开盘之后 带会员全面布局 因为这是一个 18比9智慧型手机的大趋势 那如果你想拼 我跟大家说 只要你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能够把手续办好 王良一定会带你们下去买 在节目结束之后 前十年 如果能够把电话拨通 王良会给各位 一个最大最大的优惠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同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精准团势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赖在一起 大华国际服务 2362-8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不安心您 内战部消防署不安心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